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底层的老百姓为什么非常难成功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 成功是需要靠不断努力 不断地向上竞争才能获得的 从小到大 我们不停地被灌输要竞争的理念 学生时代与同学竞争 考试赢了才能上顶尖大学 输了只能选择普通院校 或者直接进场打工 工作以后又跟同事竞争 抢客户拼业绩比进升 好像不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就只能默默退场 就连谈个恋爱 都要和别人竞争你的女神 结个婚更是比经济 比家庭背景 一轮又一轮的激烈竞争 当你步入中年 回头一看 好像谁也没有赢 手里是一无所获 结果大多数人 其实都是输家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出发点就错了 我始终强调 所谓的竞争 只是底层人的自我安慰 要知道 真正成功的人 从来都不是靠竞争吃饱的 有人听了就开始各种堵仓 这还用你说吗 明白了又如何 什么也改变不了 这类人啊 通常属于物性较低的群体 大概率要一辈子待在底层了 社会的层级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社会存在一个 系统性的生态模型 这个模型 在自然界中的名字 大家耳熟能详 我们称之为食物链 而在人类组成的社会里 我们称之为社会层级 自然界中有食物链 食物链的上端生物 以下端生物为食 同一个食物链层级的动物 它们之间的很少互相竞争 比如 食物链顶端的老虎 很少会以其他的老虎 或者狮子作为捕猎的对象 而食物链下层的生物 也不会与顶层的生物竞争 就比如 羊不会去主动的攻击狼 上层以下层为食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在社会层级中 不同层级的群体 就好比食物链中的不同部分 社会的高层 总是通过各种的方式 从底层获取利益 就像狮子捕食羚羊一般自然 当你从社会层级的视角观察 你就会发现 所谓的竞争 不过是一种幻觉 实际上不过是上层的持续收割 这是一个先为人知的社会层级中的真相 了解这一点后 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你的努力没有换来期望的结果 因为你的行为都在违背天道 如果你想成功 不要试图与上层或者同层竞争 而应当寻找低于你的层级来获取优势 想象一下 你站在一个巨大的金字塔下 顶端的是资源丰富的少数人 你的周围都是与你资源相当的人 那么 无论你再怎么爬 爬到金字塔顶层的概率有多大 其实现实是很残酷的 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 都只能停留在中层或者底层 而真正能够向上爬升的都是明白人 都是懂得顺应天道和规律的人 因为向下层收割 远比同级竞争或者向上竞争来得容易多了 就像游鱼游戏中 同为底层人的456个人之间呢 是互相竞争厮杀的 这种异常激烈的命运战 其实也只不过是富人们 贵宾们消遣和娱乐的一场秀罢了 这场杀人游戏 不会对上层造成任何的影响和冲击 它们依然是食物链的顶端 所以同级之间的竞争 几乎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么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叫做向下收割 努力主收割努力 封建地主收割农民 资本家收割打工人 有资源的人收割那些资源少的人 先进的科技要收割科技落后的 这些都是向下收割 据个例子 如果你是一个小公司的老板 你把大公司视为竞争对手 那就是在进行自我毁灭的向上竞争 其实你的目标应该是你的员工客户 以及那些小摊位个体户等等 与其与大公司直接的竞争 不如先将这些小摊户 个体户的资源整合为己所用 学会从他们的身上赚钱 如果你是底层打工者 认知不高的普通人 那么你很有可能停留在被上层收割的位置 有人肯定会问我 如何避免成为被收割的对象 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弱者的位置 无法摆脱被收割的命运 除非你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吃不喝不出门 但是即使这样你仍然会上网 仍然会有情绪和欲望 有情绪的人就会有漏洞 有漏洞的人就难免被收割 那么到底该如何应对呢 答案是你也需要学会如何的向下层收割 很多人说那我去报名学习吧 学习各种东西 比如情商 心理学 管理学和技术 学了一圈回来 好了 发现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就像被割了韭菜一样 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 你的本质还是一颗韭菜 你的思维还是韭菜的思维 你学到的东西 只是让你成为了一颗更健壮的韭菜 什么时候呀 你把自己转变过来了 学会用镰刀的思维看这个世界 你才会发现 所有的东西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最后呢 我想给大家说的是 在这个社会上 社会运行的规则是有两套系统的 一套明规则 讲的是温良公俭让 就是我们呀 大众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 另一套呢 是按规则 历代的君王和能臣之士 都在学习运用 他们不希望普通人学习到 因为这呢 不适合标榜出来 更不利于统治 千百年来 无论时代如何的变迁 人性是不会变的 我的另一个频道 叫斗爹的生活 正在播出 韩门轨迹 千门七十二地区系列 感兴趣的朋友 链接呢 我已经放在了 本期视频的下方 欢迎大家订阅观看 同时也希望大家 把我的视频 转发给身边的人 让更多的人 读懂人性 看懂一些 基本的商业逻辑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